苏阿公路大清水隧道南口发生了弹房道路阻断 而为了配合运输 台铁从12号下午开始 加开了宜兰到花莲的曲间车 利用航空也增加了班次来载客 而目前力拼15号要抢通 因为要是没有附通 恐怕会严重冲击农历春节假期 不只是绕路行车的时间被拉长之外 旅游行程的取消也可能会衍生出很多的消费纠纷 大清水隧道浴滩 原本要去花莲玩的国旅团被迫喊咖 游览车驾驶stand by换行程 北花客运同样开不了 南港花莲板桥花莲首都客运通通停驶 道路总短下 原本要开车去花东的旅客只好改搭火车 一早台铁就涌现搭车人潮 台北往花莲方向列车座位已经不多 北上截至上午十点钟 还剩一千多个位置 对啊原本要开车就没有办法上去了 就只能搭火车 只能搭火车 还好车票买得到 那到那边没有车怎么办 找朋友借啊 有时候后后 后要寄来寄去比较不方便 哦 苏花公路大清水隧道发生 土石摊放导致民众回家需要改道 春节离家就快到了 就回不了家 从台北开车到花莲方案一 从南部经南回再到花莲 车程至少十小时 方案二先开车到宜兰 走中横到花莲 行车时间六小时多 方案三 走高速公路到台中 开中横到花莲 行车时间也要六小时多 影响出游意愿 那些订房啊 那些东西要取消的话 那就更麻烦 有的甚至客人说 过年订房就全额付费了 付完钱了 不管旅行车 不管个人 都有个状况说 哇 钱付了 没办法退 你过不来 那是你自己要想办法 旅行车担心 要是年节前没抢通 一起会发生不少消费纠纷 配合书运 台天每天加开十二班 移花区间车 货物列车 租国北运 另外也将启动 海运接驳 并协调绿龙航空 增班载客 海陆空通通冬起来 勿求把路段伤害 降到最低 就在张一辰 邱荣静 台北采访报道